二台午餐会即使是疫情的发展有重大突破 但是疫情对我们来说还是要借慎前程来应对 目前全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突破了5500万大关 而根据数据来统计 目前其实还有1500位的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同时有130万人不幸病逝 许多正在面临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欧洲国家都再次紧闭国门 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可以早日斩断疫情的感染链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 接下来透过连线起马来西亚冰城主播龚华顺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的最新进展 希望是好消息 华顺好 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冰城 马来西亚已经封城了超过一个星期 但是疫情似乎并没有好转 今天已经是连续第四天确诊案例突破四位数 这一波疫情已经好几次刷新单日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的记录 是马来西亚目前最严重的一波新冠肺炎疫情 也直接导致我国的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马来西亚从9月20号开始爆发COVID-19第三波疫情 其中有12天单日新增确诊案例都超过1000宗 截至11月16号 马来西亚累计确诊案例高达48520宗 一些中处 例如槟城和沙发的医院和监狱 也因为暴增的确诊案例 再度面临医疗资源短缺的危机 收到信息是说本地的政府医院或是监医方面 有各机构都需要这些防护医疗 然后我们很低的那个库存 所以要再启动 此次马来西亚分会在10月29号重新启动防护医制作 再次借用志工的纸衣厂 进行布料裁剪工作 以支援在前线服务的医护人员 是一份的时候的经验和累计 所以这次的总动演我们会比较快 第一次我们记得说一天只能900多套 这几天真的是看到很大的一个改变 前天就2000多 昨天就3000多 就是因为用对的方式大家有默契的 马来西亚大部分州属从11月9号开始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但所有经济活动可以如常进行 因此这两家这一场都照常运作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愿意为防护医制作助一臂之力 他们都在赶很多制服 两斤其实还在赶的 但是还是愿意让一般的空间让我们去拆减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家感动 祝福他们每一次的 他们的服务蹲过平平安的 甚至绿的到腿到脚 让他们家里的人放心 也不要这样多人中这样的病 每个人都得恢复正常的乐想生活 这是最好的 从裁剪布料到缝纫防护医 慈基志工难行能行 成就了这一次的防护医制作 相信每一件防护医都承载着 对前线医护人员满满的感恩与祝福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